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脑血管疾病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具体是指心脏和脑血管疾病的层层 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临床生活中比较常见 特别常见于脑链群体 它具体的病例改变就是血管的动物中央阴化 造成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的中央阴化 造成供血不足 我们常见的有胆胆性脑血血发作 脑梗塞 脑出血 心脏血管包括冠心病 心肌供血不足等等 我们在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地允许了我们的健康 一旦发现有这方面的症状和体诊 要及时地要到医院里去就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